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少年挑战者 他们各具风采 各有特色 二号少年挑战者 据说是家里的帐房先生 他很小年纪 就帮助家里人算账了 究竟有多厉害呢 让我们掌声 有请他闪亮登场 新名马玉明 地区河北唐山 年龄九岁 身高一米四零 最强技能算术 技能指数八颗星 专注指数八颗星 性格特点稳重细心 大家好 我叫马玉明 今年九岁 来自河北唐山 我喜欢算术 五岁就开始帮家里算账了 欢迎玉明同学 五岁帮家里算账 主要是帮助谁算账 每次我和我老爷 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我都心想 我老爷会不会都付人钱 所以你就操心 然后老爷算不清楚 你就帮他算一算 是吗 对 听说你那时候 还没有上小学 自己竟然都摸索出了一套 什么进退位加减法 是的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让我们看看你是 给妈妈算什么样的账 好不好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我和我妈妈 去超市买东西 一开始是陪老爷逛超市 后来陪妈妈 逛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也是由你来算账 对 我还能货比三家 什么不同容量的酱油 酸奶 洗液 我都能算出哪个更划算 这是在药店了 妈妈是开药店的 定期会给厂家结账 如果他自己算账的话 他得用计算器 加个三四遍 我都替他着急 妈妈就在台下坐着呢 我得问一下妈妈 考证一下 儿子说看您算账 都替您着急 这是真事啊 是真事 每次我自己算 只需要用计算机 加三到四遍 就是如果说有他帮忙的话 我自己用计算机算一遍 他心算帮我算一遍 最后结果能对上一次就OK了 真是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 那您俨然成妈妈的小助手了 是吧 是的 现在小马同学 一般他算到的是几位数 六位数 咱们那个小药店的经营流水 要达到六位数的时候 然后他帮您结账的时候 要用到六位数的算法 对的 相信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肯定还是打了很多问号了 我们必须在现场验证一下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我们尝试一下六位数的心算 好不好 好 好 规则是这样的 待会儿我们的大屏幕会快速闪现 三十笔六位数 马玉鸣要在题目全部闪现完毕之后 迅速作答 好 请转身 大屏幕 请出题 闪电上就是 就如我们所见 它闪 这个数字 闪的同时 它要捕捉 捕捉之后 它还要算出来 加法也好 减法也好 加减 只要我眼睛看到 我捕捉到了 我就能把它算出来 而且是实时 所以速度非常快 对孩子的要求呢 就是 它的反应能力 记忆能力 和专注能力 今天在舞台上做这样的展示呢 那对他的这个心力稳健的要求呢 就要更高了 好了 好 玉鸣同学很快 在答题板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来公布正确答案 请看 5096 513 我们来验证一下 小马同学的答案 请看 回答正确 非常稳健 而且非常的自信 以后咱家这个生意 这个万一一天天地再扩大 要扩大到七位数了 你还能帮上妈妈的忙吗 我也能帮上我妈妈的忙 因为呢 我现在已经提前练好了 都提前练好七位数的 算法了是吗 是 哎呦 我觉得这一下 压力不在儿子这儿了 在妈妈那儿了 咱儿子把这个七位数算法 都给练好了 咱必须得向七位数的这个 流水啊 以及收入进军 对不对 那虽然咱家的业绩 还没有达到七位数 咱也不影响 小马同学在 我们今天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给大家展示一下 咱们七位数的算法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考考小马同学 轻心算的能力 这难度系数又上了个级别 你可以吗 可以 好 请做好准备 请出题 843万7205 加321万5470 加280万7531 减621万7054 加430万8179 减239万0415 加579万8324 加508万2371 减231万4798 加925万0837 请作答 好了 好 同样 我们还是先来展示正确答案 27977 650 大家觉得小马同学 他能不能算对呢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27977 650 这听心算的录音一出来把我吓一跳 都是根本没听清楚 第二个又开始了 好像声音还进行了变调似的 就是没有感情的声音 毫无感情 这得请教一下吴老师 咱们听心算都是这样的播报吗 那在这台上展示的话 要展现它更好的 更要突破自己这样 又让机器播报的话呢 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同时对它的这个这样 舞台的这样更加空旷 对它的这样的难度系数呢 就会更加大一些 那林玉鸣真的很棒 但是据我了解 这仅仅是小马同学 在算术能力方面 一部分的展示 加法 减法 算术咱不是还有成法的吗 我们药店每个月秀需要盘点 有库存数量 然后还有单价 最后需要有合计 他就用成法帮我来计算 那最多能够达到几位数 成法位数应该比较多了 最多能算到五位乘以五位 那我们就展示一下 成法的计算能力 好 请三位见证团的嘉宾 即兴出一道五位数 乘以五位数的成法题 我们看看奶奶出了什么样的题 32586乘以12345 好 我们也请杨德湛老师 用手中的计算器 帮忙进行一下验证 计算得非常快 已经出答案了 402274 170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好 我们看看高老师出什么题了 54671乘以67235 好 这回小马同学 非常自信地亮出答案 3675804685 三六七五八零 三六七五八零四六八五 完全正确 好 而且速度也很快 对 对 对 你看 来 我们看看王岐哥哥出了什么样的一到五位数 成一位数的题 我这个相对要简单 我给你唱一下 这是 这是王岐哥哥的一首代表作 是不是 对 第一句 32366乘以76653 其实这个题不简单 不简单 它不简单在哪呢 因为它有很多重复的数字 重复的数字越多是越难算的 但是他现在年龄非常小 他能做到五位数乘以五位数 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相当不错了 对 好 我们已经有答案了 2485095998 2485095998 廖老师 我是248095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这个重复的题 也是很容易算错的 这个其实真的怪我 这个我觉得小马同学很优秀 就刚刚那个数字 让我直接读出来 我是读不出来的 吴老师 诸心算 你看能算加法 能算减法 也能算成法 除法 是不是也可以算呢 当然 只要是能进行计算的所有的运算 用通过我们的算盘 诸算 诸心算 全部都是可以计算的 咱们请吴老师上场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除法的运算 好不好 好 来 欢迎吴老师上场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难为吴老师 好开心 吴老师 刚刚王琦说了 想难为一下您 我们给您出个多少位的除法题 有八位数除以五位数的吧 八位数除以五位数 那要是除不进有余数怎么办呢 那我就继续往下算 就是无限算 对 只要你们能检验得出来 那我们给您就是选一个标准吧 就是按我们歌唱演员 一般陡然密发骚拉西 也就七个数吧 好的 小数点后面七位 余数七位 好的好的 八位数除以五位数 八位数除以五位数 除以一九七八六 一九七八六 好 吴老师给答案了 九八四点五八零六一二五五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再来下一道题 八七五四六七二六 除以三二六二三 除以三二六二等于 我们看一下吴老师的案 二六八三点五八九零六二九三 完全正确 好 完全正确 八位数除以五位数 可以这么快地得出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看王琪的题 是不是像你所说的 能够更难一点呢 难住吴老师 我自己在这算半天 我算不出来 我觉得还是可能是有点难度的 这个 他加了九 你开始上九了 九九 九六六一一二二二除以五四三二一 九六六 九是比较难的 重复的数字是比较难的 五四三二一 我觉得吴老师那个背影就很自信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哇 这么快 这么快 小说点后面还是给了八位数 一八三四点六七零二 三八零二 完全正确 对 吓我一跳 很棒 你这大喘气 我是觉得真的把吴老师给难住了 而且我发现吴老师这个算的 比算计算器还快一些 对 没错 太棒了 此处必须想起掌声 谢谢吴老师 谢谢 其实我们现在对生命科学的研究 脑科学 神经科学 是科学的前沿 我们看到包括吴老师 小马矮 同学等等 还有很多小朋友 他这个算术的能力非常的强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 大脑皮层的发育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更善于艺术 比如歌唱像王岐老师 有的人可能善于体育 四肢的运动等等 然后有人对于这个偏理工类的 像逻辑推理 数学计算能力很强 我想就是提示大家 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不要强迫让他干他 并不擅长的 他擅长的 你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机会 平台 发挥他的能力和水平 未来长大 工作他可以做得更好 那么有些能力 他不一定 孩子就一定要在计算上面做得那么好 也不要强迫你的孩子 必须把数学学好 其实大家还有很多方面 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得会更好 小马同学可能就是您所说的 对于数字非常敏感 所以小小年纪才能够帮老爷 帮妈妈算账 那你今天的一路闯关 已经来到了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就是要为大家展现你在 算术方面的超强的能力 那你准备挑战什么项目啊 我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我最近新学的 嗯 镜像显示的闪算 镜像 我们先感受一下什么叫镜像 这就是镜像 这就是镜像 然后你是多少笔多少位 我今天要挑战的是五位数八十笔 五位数八十笔镜像 成功率也就百分之五十 对于你来说 他真的是相当有挑战的对不对 对 同样也向大家证明了 我们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少年 是不是 是 那请问接下来的挑战 你准备好了吗 全力以赴 我准备好了 好 那就大声喊出口号 为自己加油助威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好 少年挑战者 马育鸣的挑战内容是 镜像闪电算 挑战规则如下 一 大屏幕将闪现五位数 共八十笔的镜像数字算题 二 少年挑战者现场计算 且答案正确 即为挑战成功 三 本轮挑战 共有两次机会 马育鸣听清楚规则了吗 听清楚了 好 现在请做准备 请转身 下面我宣布 挑战 开始 九岁的马育鸣要挑战五位 八十笔镜像闪电算 这个项目在练习的时候 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 在之前的展示中 马育鸣因为紧张 也曾小有失误 现在面对自己 也不是十拿九稳的项目 更需要沉着冷静 专心致志 这最后的挑战 它能成功吗 所有人都为它捏把汗 现在小马同学的答案在我手中 我们先请大屏幕揭晓正确答案 一六八一五六七 马育鸣同学的答案是否正确 一 第二位 应该是六 那小马的答案是八 看来是出现了差错 一八七一五六七 少年挑战者马育鸣在镜像闪电算 第一轮挑战中答案不正确 接下来请准备第二轮挑战 好 马育鸣 现在请转身做好准备 第二轮挑战开始 本轮五位数八十笔镜像闪电算 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第一次挑战中 马育鸣现场过于紧张导致计算出现了失误 现在只剩第二次挑战机会 如果再失误 马育鸣只能宣告整场挑战失败 站在挑战台上进行计算 和平时在家练习完全不同 这不仅仅是对脑力的挑战 更是对心力的考验 现场所有人都万分紧张 马育鸣能否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挑战成功呢 里面的双方 换柄 就可以了 的 太鼓 这么不容易 好 我们看到马育鸣已经回答完毕 在揭晓答案之前 想问一下育鸣 这么快出答案了 是不是比第一轮把握更大 你觉得 我感觉跟第一轮一样 我感觉跟第一轮一样 一样 信心并不是很大对吗 对 50%的把握 刚才育鸣已经说了 没关系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 请大屏幕 显示正确答案 1830627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马育鸣同学的答案 1 8 8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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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 看不见 还有三位数 还有三位数 对 六 还有两位数 二 还有最后一位 如果正确 也就意味着马鱼明同学挑战成功 如果不正确 那么就挑战失败了 好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数师 谢谢 太厉害了 好 好 现在我宣读挑战结果 少年挑战者马玉明 在镜像闪电算的挑战中 答案正确 裁判员吴美玲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高兴地宣布 马玉明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挑战成功 祝贺马同学 也谢谢吴老师 谢谢 真棒 我看马玉明挑战成功 妈妈在台底下 激动地都要流眼泪了 是吧 很激动 观看了整个挑战过程 妈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特别紧张 你呢 我也特别紧张 好 我们听听各位嘉宾老师 对这个少年的感受好不好 卢奶奶 这个字不可思议 今天所有的表现都让我们很惊讶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啊 苏格拉底说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 小马同学展示了他的才能 就是一个被唤醒的过程 他是怎么被唤醒的呢 我觉得妈妈刚才说的特别好 妈妈使用了他就发现了他 让孩子去做 帮着爷爷去算账 帮着妈妈去算账 在这个过程中忽然发现 孩子有这个才能 没有实践也变没有真知了 所以这点特别重要 必须放手 才能够看到孩子的潜能在哪里 第二个我觉得你有今天的成绩 还有一点就是努力 不停地算 不停地算 在各种场合你都去算 这个努力也不可分割 你有潜能 你不努力 你也白费了 所以你给我们很多信心啊 要相信自己行一定能行 我觉得你太了不起了 你虽然自己觉得信心不足 但是你的方向是非常对的 将来一定会更加精彩 我给你点赞 谢谢 谢谢卢奶奶 那在这里呢 我要宣布 马玉明入选多彩少年 2023年度少年英雄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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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